提出這一個草案 立法院居已通過 現在法務部又說還要再研究 那你們是準備多久 要來研究一次 多久再來提案一次 那乾脆判死刑 無期徒刑 是不是法務部才覺得滿 滿意 不是 我們沒有這樣講 那麼103年剛剛通過的法令 你現在在媒體上面到處換話說 這樣的行動 是不足以有效來懲治電信詐欺的 報告委員 也是立委要求我們 這個提案不是立委提出來的嗎 他要求我們提高 我們還說 我們還要研究才決定 所以我才問你說 你103年 由法務部作為一個刑法主管機關 經由行政院會通過以後 提案到了立法院來 才把它改成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這也是你們提出來的 是啊 是 那現在也是立法委員提出來要求我們改 那現在105年 你現在說 你還要再回去研究一下 我們就很好奇說 你到底要準備研究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如果說 如果說103年你們當時提出來 已經是適切的一個行動的標準了 已經是 我現在問先問 你到底認不認為是103年你們當時提出來的當下 是一個已經釋謝的行動了 當時大家都認為釋切 現在有人認為不釋切 那您對於當時 當下提出來這樣的一個行動 認為釋切 您今天這個見解有改變嗎 時間改變 別人意見改變 立法委員的意見改變 我們當然也要聽他們的意見啊 你現在到底是要回去研究還是要聽我們的意見 就是聽委員的意見回去研究 這就是委員的意見嘛 好 那我現在請問你 你7年以下 1年以上 到底你現在明白的再講一遍 到底1年以上 7年以下這樣一個行動 在你們當時提出來的當下 你們認不認為 你們認不認為 從這樣的一個行動來規範電信的詐欺 跟其他刑法相關法義的一個權衡上來看 是釋切的 是 我們當時認為是釋切的 在103年當下至少認為是釋切的 是 成為這樣的一個行動之後 就相關的電信詐欺 到底還能不能判易科帕金 這樣一心修的法是不能啊 就不能了 那 你在今天早上在答覆 這個提案的林德虎委員 相關跟你的詢答的時候 有關你提到說 歷來都有判無罪跟易科帕金 這個是我在場親耳聽到你這樣講的 是啊 過去是有啊 對 那你講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103年以前有關電信詐欺的案子 還是103年修爬之後 電信詐欺的案子 我要仔細再去看資料才能確定 那如果是在103年修爬之後 已經不可能再判易科帕金了 是啊 你這樣的講法 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已經誤導了國人 沒有 因為當時林委員 沒有的理由在哪裡 因為他也沒有講什麼時間的判決 我只是 是林委員 部長我實在是非常佩服你這種腳蛇跟的功夫 你是順著這樣的話 然後就說你要加高情度 那你現在又說103年 你已經提出一個適切的刑度的一個草案 立法院也通過了 那麼你在尋檔的時候 你也說你跟委員共用時間 那你何不利用再利用跟林樂福委員 打尋檔的時間 你們你充分的告知林樂福委員說 林樂福委員說 現在已經不可能再判易科帕金了 103年也是我們提出相關的草案 立法院也通過了 報告委員 法定型是一回事 宣告型是另外一回事 所謂判得太輕 主要是指宣告型 當然會受法定型的影響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只是說法定型如何 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才說要回去研究 你現在說法定型沒有問題 還是說法定型有問題 我說即使法定型沒有問題 宣告型也不見的 好即使法定型沒有問題 那你回去以後你要研究什麼 我現在說即使是這個假設 你要研究一下指導一下 司法院所屬的各級法院的法官 應該怎麼判嗎 我當然沒有這個權利啊 那所以你要研究什麼 研究這個法定型是不是釋竊啊 你是在跟我繞圈圈嗎 不是啊我剛剛假設的東西 委員就把我說成是確定 其實不是啊 段儀康委員 這個部長各位同仁啊 這個讓我們心平氣和的來討論問題啊 所以我也不希望這個 我們最後做成這個決議啊 要譴責法務部或者建議行政院 策判部長啊 是在這個這個過度激情的狀況之下 部長我們心平氣和了好不好 我來釐清這個問題啊 我首先跟部長這個一樣一樣的這個確認喔 剛才部委員所問的 在民國101年7月30日 由行政院跟司法院會閒發文來本院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這個是由行政院院會通過 第三千三百次院會通過決議 然後喊請司法院會閒送請立法院審議喔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是由行政院 那個時候您是行政院的法制政委 那我們請這個司法院林秘書長一起上來 不好意思啊 今天本來應該要審刑事訴訟法 但是整個早上的這個發言 很多跟司法院有關係喔 剛才這個其實剛才這個羅部長的回答 如果我們可以調早上的這個錄音帶來聽的話 我們發其實可以聽到羅部長有不止一次提到 說那個菲律賓回來的人 我們檢察官啊收證都很齊全啊 結果不曉得送回來之後就被放掉了 這個放掉當然是指的被法院放掉了 那這個放掉是指的他是交保他潛逃 或者是說這個叫做一顆罰金 或者是說無罪被經過法院審理 無罪就把他釋放了 這個我們不知道喔 那有多少類似的案子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部長既然這樣講 應該不止一個案子 能不能告訴我們喔 這種我們檢察官這種跨國的 這樣的這個電信犯罪詐騙 經過我們檢察官辛苦收證 然後呢把他起訴了送到法院之後 被法院放掉的比例有多高 能不能告訴我們 這個要回去統計 要回去統計 所以你在我們這個委員會 講的這樣慷慨激昂 你腦子裡面只記得一個案子 你就做了這樣的指控 而且這個指控是針對這個司法院 即所屬的各級法院的指控啊 所以那我要請問林秘書長 對於法務部羅部長上午在我們委員會的指控 你有沒有一個概念 說到底有多少案子是這樣 說檢察官辛苦徵辦之後 然後到了法院之後 類似這樣的跨國的這個案子 結果就被放掉了 有多少案子 您有資料嗎 我的資料就是電信詐欺 就是刑法那個修正339號 修正以後 這一些是好像是沒有這樣 說送到法院來就馬上放掉了 當然不是馬上放掉 有可能你們審判之後 被人家判無罪啊 當然有判的 譬如說這裡面也有判到 也有判那個 你剛剛又講那個六年八年 對那個大概就不會放人 所以你們雙方一個是指責法院說 你就把我放掉 只是這個指責的一方 他不太講得出具體的數字 他只記得一個案子 那被指責的一方告訴我們說 有啊我們有判的很重喔 那我覺得 我們好好的花點時間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103年這個修法之後啊 339條把本來病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提高到病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不對 然後339條之一 本來病科三千元以下的罰金 改提高到十萬元以下 然後把這兩條都把未稅犯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 本來沒有未稅犯 現在把未稅犯加進去 339條之二 把原來一萬元提高到三十萬 然後未稅犯也把它加進去 然後339條之三 把原來沒有病科罰金的 增加了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然後未稅犯把它加進去 未稅犯罰支 然後剛才僱員講339條之四 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是 增加了這339條之四啊對不對 這個本來沒有這個條文喔 這個條文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或者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這個就是集體犯罪 然後用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等等 這個就大概就主要是這個部分 本來沒有特別規範 我們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然後病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我要請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我們這麼定的這麼 你這個林秘書長我相信你 大概不會講說不夠嚴啦 你大概你剛才的發言喔 可我要問一個問題 說這個我們下次看了幾十個人啊 幾百個人啊 這些人大概我們合理來說 他可能大概就是負責打電話的 假設他真的有犯罪的 他負責在操作的 你們到底啊有沒有抓過祖賢 就是說這個祖謀啦 或者你們在這個一百零三年之後啊 包括法務部 包括司法院 你們有沒有抓到幕後的主使人 不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年輕人啊 因為這個智慧型的犯罪 他這個幕後的人 他是指使這些人去打電話 指使這些人去管理機房 指使這些人去操作鍵盤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有沒有抓到過 都有 都有抓到過 都有抓到過 那我可不可以問部長 說你知不知道這一次抓到 在肯亞抓到的 這個前前後後加起來 我們這個坦白講我們也不知道 要主使的是 是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或者是 這個中國大陸的人民啊 對不對 我們也不知道嘛 沒有錯吧 我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這裡面有這個主謀嗎 據大陸那邊說第一批的八個人是主謀 第一批那個被判無罪的八個人是主謀 所以你是據中國大陸的講 中國大陸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不是 他在 是他在聯繫當中就說 外交部給我們的訊息 他外交部給你們的訊息 所以是外交部來 我們請外交部 這個有趣啦 外交部外交部來 這個非洲司司長 來 是 來 這個法務部說是你們給他們的訊息 你們訊息從哪邊來的 外管報回來 但是他裡頭講的 還不算是主謀 外管報回來 他怎麼跟你們說的 他是說這八個是他們認為涉嫌比較重 他們認為涉嫌比較重 所以即便被判無罪 所以他們要把他們帶走 但是跟委員剛剛所提到的主謀 這個定義可能還有點出入 啊 主謀不是我的用詞啊 我請各位看一下這個法務部的 這個今天給司法法治委員會的 口頭報告這一本喔 好 那這一本裡面的第四頁 倒數第四行提到 研判英系陸方